一个神出鬼没的连环杀手 每次杀人都会在受害者眼睛上蒙一块布 此人胆大包天 居然把目标锁定在市长身上 刺杀计划失败 连环杀手绑走了市长女儿小丽 杀手提出要求 如果市长担心女儿安全 必须用自身进行交换 爱女心切的莎拉表示 她同意绑匪的要求 愿意将女儿换回来 卡洛提醒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莎拉和女儿极可能都被对方杀掉 卡洛介绍了吉米情况 她在一条叫梅丽卡的船上当学徒 而一号和二号受害者 都是船上的电工 不但如此 替她签下死亡证明的一位医生和警官 也先后被杀 杀手把目标锁定在莎拉身上 由于行动失败 才抓走小丽威胁对方 卡洛想知道 市长是否想起 什么人能将他们关联起来 据莎拉介绍 她当时也在那条船上 也为他们和那家叫北欧卡塔莫的公司 商讨隧道工程项目 所以才会在那条船上 但她并没见过吉米 此时米勒得到消息 杀手的那台面包车已经找到 面包车停放在一个垃圾场里 卡洛在面包车上 发现几块红色的东西 她分析 那应该是小丽留下的记号 可能是她的指甲油 市长的团队也在召开紧急会议 基于目前情况 亨利通知大家 暂时不要打扰莎拉 如果大家有事 可直接找自己 米凯拉却有不同意见 大家离开后者提醒 作为市长的莎拉 没人可以替代的 一些事情必须她亲自处理 垃圾场这边有了消息 杀手被监控拍下来 经过软件处理 他们发现 对方居然是一位女性 两人将线索同步给库克 对于杀手提出 以市长交换小丽的要求 卡洛不会同意 眼下任务 是理清杀手和死去吉米的关系 资料显示 吉米的母亲过世了 父亲是一个酒鬼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 此时警员通知 杀手又发来信息 指定了交换时间和交换地点 不过库克觉得 他们应该尊重市长的意思 如果他愿意去换女儿 警方应该提供帮助 警员提供另一思路 用人假败市长 去和绑匪交换 随后趁机将对方擒货 与此同时 乔沙也面临巨大危机 杰雷拿走了所有的面粉 他现在死活不接电话 面粉贩子追着乔沙 没货就给钱 没钱就把货还回来 那批货总价约五万欧元 乔沙一投包 他去拿稿来五万欧元给盖瑞 后者给乔沙提出还款方式 乔沙帮从爱沙尼亚带货过来 每次给乔沙五千欧元 直到把所欠款抵完为止 乔沙如同案板上的肉 目前似乎别无选择 为了弄清杀手与吉米的关系 卡洛单独来找吉米父亲马丁 男人介绍大约几个月前 照片上的女人确实来找过吉米 当时吉米还在船上工作 马丁将此事告诉了女人 吉米原来是马丁养子 妻子过世 马丁无力供养吉米 因此那孩子做了不少坏事 这条线索非常重要 在吉米还是婴儿的时候 马丁夫妇就收养了他 卡洛得到杀手名字 对方名叫玛丽 她是吉米的亲生母亲 与此同时 为了以假乱真库克一帮人 正在准备对小丽的交换工作 卡洛将线索同步给米勒 玛丽童年复杂的 一直在孤儿院长大 后来意外怀孕 自己无力养活吉米 只能将她送给马丁夫妇领养 目前所有案件 都是玛丽在替死去的儿子复仇 另一边 乔沙正和盖瑞 准备登网去爱沙尼亚的船 盖瑞交代 两人分开上船 相互装作不认识 如果有事 就到船后甲板商量 同一时间 与玛丽进行交换的女警 发现不对 对方车辆没有丝毫减速迹象 女警侧身闪开 玛丽的车锋一样撞过来 截住对方车辆 警方发现 那人并不是玛丽 她只是受雇的一个女人而已 并且小丽也没在那台车上 米勒在对方车里 发现一部手机 上面显示一个定位 她将线索同步给指挥中心的斯坦 一帮人来到定位地点 可还没进入房间 米勒突然察觉不妙 她试图叫停 可以来不及了 整个房间突然发生爆炸 米勒将线索同步给卡洛 她也从卡洛那里得到消息 沙拉失踪了 目前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卡洛分析 也许正是玛丽声东击西的计划 她应该单独和沙拉联系过 说不定沙拉真的去交换女儿了 事实确实如此 不久警方就见到被放回来的小丽 警方很快收到一段视频 沙拉确实在玛丽手上 玛丽指出 吉米死在那条船上 沙拉为了受贿事情不曝光 她与警方联手 试图隐瞒吉米死亡真相 因此应该受到惩罚 视频最后 玛丽引爆炸药 将沙拉埋在隧道中 斯坦将掩下情况 通知沙拉团队成员 目前沙拉被埋在海底隧道 由于不知道具体位置 因此无法进行救援 斯坦特别提醒二人 在没发现沙拉尸体前 这条消息坚决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技术人员通过视频分析 玛丽用了连环爆破方式 引爆了炸药 她的目的应该试图活埋沙拉 而非单纯将她炸死 也就是说 沙拉理论上仍可能活着 但多久氧气耗尽 就不得而知了 两人边啃馒头边分析案情 玛丽为什么要杀对方女儿小林呢 小林与吉米没半毛钱关系 米勒分析 很可能小林倒霉 刚回家撞上玛丽杀人 后者不得不把她杀掉灭口 不过卡洛觉得是有蹊跷 也为科马基被杀当天 她似乎有提到正在独自调查 一起年轻人死亡案件 两人来到吉米生前工作的那条船上 一个女人伸头看了一下快速离开 这下引起卡洛主意 她快速追上对方 女人名叫妮娜 她和吉米关系不错 两人经常在一起混战 可视频中的吉米 脖子上有着大片纹身 这给卡洛留下深刻印象 她要求女孩将那个视频转发过来 卡洛拿出兰特斯和古斯的照片 妮娜解释 他们虽然是电工 但经常干着贩卖面粉之事 他们要求吉米 从爱沙尼亚把面粉带来芬兰 吉米确实多次帮他们运货 可吉米想停止不干 那两人不同意 但出事那天晚上 吉米并没在船上 妮娜负责考勤 她发现吉米应该偷偷跑掉了 后来天气恶劣 负责人判断吉米可能坠海 所以一直对外声称 吉米掉进了大海 妮娜帕兰特斯一帮人 继续去找吉米 因此她也没将此事告诉大家 这条线索非常重要 如果吉米真的活着 表明玛丽杀错了人 但如果吉米活着 海里的那具尸体又是谁呢 乔沙和盖瑞 一来到爱沙尼亚 对于杰雷莫名失踪 乔沙一直耿耿于怀 他觉得杰雷不可能 突然不辞而别 也许杰雷遭到毒手 盖瑞保证 自己绝对没有杀掉杰雷 逼着乔沙替自己带货 他分析 那货应该带着面粉 偷偷跑掉了 说话间 两台车驶过来 原来那是对方交易人员 他们留下一台车就走了 而车上装着价值 约两个亿的违禁品 卡洛两人来找马丁 见到吉米的纹身后者解释 海里的尸体上没有纹身 由于当时不敢看尸体的脸 马丁只看了对方的身体 这让两人直接想死 你就是这样认领尸体的吗 卡洛将线索同步给库克 现在必须打开吉米棺材 重新验尸 米勒收到一条消息 犯罪小组在丛林玛丽住过的小屋里 发现一个新地址 他们有必要过去了解情况 两人来到那个新地址 这里貌似一间仓库 里面堆放大量杂物 房间摆着一张小床 应该是马丽的临时住处 就在二人准备离开之际 马丽突然回来 三人就这样打了一个遭遇战 两人分头行动 过程中卡洛被马丽放倒 关键时刻 卡洛提醒对方 吉米还活着 马丽一直杀错了人 那天晚上 吉米根本不在船上 如果不信 马丽可亲自去船上 核实情况 马丽虽然没有全信 但至少这次没杀掉卡洛 米勒赶过来 马丽早跑得不知去向 而卡洛万幸 只是受了些皮外伤 马丽给卡洛发来坐标 应该就是沙拉被埋的地方 警方马上组织警力 对目标区域展开挖掘 沙拉终于在被埋六小时后 成功获救 被埋的那段时间里 沙拉也有时间 思考受贿栽赃之事 她分析 能接近自己 并拿走市政办公厅 备份硬盘的人不多 亨利应该就算其中之一 亨利指出 沙拉搞错了方向 米凯拉的嫌疑更大 与此同时 乔沙和盖瑞 驾车来到返回芬兰的船上 而此时 乔沙听盖瑞 正和什么人通着电话 盖瑞声称 那个女人驾车 万一返回芬兰被抓 自己可将所有责任 推到她头上 这让乔沙后背发凉 他追上盖瑞表示 下船自己不会再开车 到时盖瑞只能自己开车 盖瑞怒了 当场拔枪顶在乔沙头上 尼特马不听话 直接把你丢进大海 可事于愿违 结果乔沙拽出一把刀 倒把盖瑞捅成筛子 乔沙把刀扔进大海 他拼尽力气将盖瑞尸体 拖到船边 随后也一起投进大海 就这甲板上的水 乔沙快速擦干地上血迹 他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 完成了自己的手杀 卡洛两人在科马基抽屉里 发现大量年轻死者照片 其中有几个是面粉贩子 卡洛分析 应该有人在猎杀面粉贩子 乔沙回到杰雷的公寓 此时那货依旧不见踪影 乔沙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杰雷真的带上面粉跑掉了 另一种可能杰雷被杀 盖瑞设计才让自己 替他从爱沙尼亚带货回来 想到自己在船上捅死盖瑞 乔沙一时不知所措 他搞来几颗违禁品 准备鲜爽一下再说 时间来到第二天 库克见到办公室墙壁上 贴着多张照片 而卡洛躺在沙发上装死 他分析 卡洛应该加班整理出那些东西 两人将线索同步给库克 那些是科马基抽屉里的东西 他应该私底下 在调查那些死去之人 吉米不在船上 而玛丽一直杀错了人 但库克觉得 一切只是两人推测 目前一切线索都指向玛丽 照片上之人 应该都是被玛丽杀掉 眼下首要任务 尽快把玛丽缉拿归案 另一边 获救后的沙拉首次与媒体见面 他声称 已知道什么人以他名义 伪造了那些所谓的受贿邮件 这个人伪造那些东西 试图让沙拉身败名裂 他自己好取而代之 沙拉朝着警员示意 在众媒体见证下 警员迅速把副手亨利控制起来 沙拉把米凯拉叫来办公室 原来警方在亨利电脑上 发现亨利有搜索过 如何破解邮箱密码 如何攻击邮件服务器的历史记录 所以他们分析 亨利利用这些技术 以沙拉之名 与隧道承建商沟通 好处费也是他拿了 他在把这些证据转发给马克 亨利意图明显 就是要替代市长的位子 至少米凯拉没有全信 如果一切真的是亨利干的 他不会傻到 自己给马克发邮件曝光此事 毕竟这是双刃剑 亨利那么精明 怎么可能不知道厉害关系 警局这边 卡洛接到通知 刚刚有人申报 一个叫杰雷的人失踪了 查看举报电话 卡洛吓一跳 因为那是女儿乔莎的号码 由于一直没得到杰雷信息 乔莎不久前已报警处理 根据手机定位 卡洛一路来到杰雷公寓 隔着窗户就发现 乔莎倒在地上人是不知 卡洛将线索同步给米勒 乔莎因吸食面粉过量 差点死去 目前在医院进行抢救 乔莎终于清醒过来 母女二人进行深入交流 卡洛分析 也许乔莎试图自杀 但遭到乔莎否认 可她又不能将自己杀人之事 告诉母亲 她拿出劫雷照片 那人是自己男友 可她现在失踪了 希望母亲能帮着找到她 城市的另一边 尼凯拉和马克坐在一辆车里 马克表示 目标是把沙拉搞臭 让她不能在市长位子上坐下去 马克不是看重眼下市长位子 她是不希望在竞选总统时 遇到沙拉这个强劲对手 原来和工程承包商洽谈 私自拿回扣之事 应该是凯米拉干的 而亨利被抓 应该是凯米拉嫁祸给的 原来马克掌握了米凯拉证据 年轻的时候 米凯拉伙同他人打死过人 米凯拉不得不听信于对方 米凯拉提出不想干了 马克拿出视频警告对方 不要忘记自己年轻时干了什么 米凯拉也不是没有准备 他把和马克的谈话偷偷录下来 回头转发给马克 现在大家手上都有证据 如果马克敢曝光米凯拉过去 后者将曝光马克的现在 倒是他只能做总统的千秋打梦了 医院这边 乔沙得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 新闻中爆出 芬兰警方从那条船上 找到他和盖瑞开回来的车辆 在那台车里 警方发现价值两个亿的面粉 这是一起巨大面粉走私案 趁没人注意 乔沙赶紧从医院溜掉 时间来到晚上 击毒组将轮渡汽车藏毒案 同步给米凯拉 米凯拉拿出乔沙照片 警员告诉他 女孩是个新来的 最近才刚刚开始贩卖面粉 但库克专门提醒 不要去碰女孩 专案组会盯着他 这让米勒一阵质疑 库克为什么要替乔沙出头 卡洛家里来了一位不术之客 那人正是他们一直寻找的玛丽 他询问卡洛 既然吉米没死 那么坟里的那具尸体是谁 另外吉米去了哪里 这两个问题 卡洛都无法回答 但他只能告诉玛丽 吉米胸口有纹身 而坟里尸体身上没纹身 米勒拨通了卡洛电话 他准备将自己查到乔沙线索 同步给对方 可刚好卡洛无法通话 但趁玛丽没注意 卡洛还是接通了电话 听到两人对话 米勒察觉不妙 可当他带着一对特警赶过来 卡洛早被玛丽带走 手机位置显示 卡洛刚出了隧道口 米勒立刻带人赶过去 与此同时 卡洛的手机最终被玛丽发现 他命令对方丢掉手机跪在地上 玛丽持枪在手准备 将卡洛射杀 不过玛丽的行为梦幻 她浮在卡洛耳边说了什么 随后退后两步 一枪把自己送走了 本期电影结束 明天更新制风之中的大结局 下期见